二氧化碳气体雷射雕刻机的应用原理 雷射雕刻机操作程序容易,只要透过电脑设定雷射喷头,就能轻松在多种材质上移动路径,进行烧融得到想要的效果。 应用多元的二氧化碳气体雷射雕刻机,是透过什么原理呢? 今天就教给医生来简单跟大家介绍吧。 能在金属、压克力、木板密集板上操作的二氧化碳气体雷射雕刻机,是以二氧化碳作为雷射源,在雷射管中填充二氧化碳气体,接着在两端以高电压聚焦波长约10.6微米的红外线,使其能于端口激发而出,进行所需的操作。 二氧化碳气体雷射雕刻机,不仅能对物体进行利落的切割,也能对物体进行较深的烧融,打造不同的视觉效果,此技术能源转化率高达20%,可长时间稳定工作,提高工作效率,也是目前市场上应用最广,技术最成熟,功率最高的工业雷射机种。 雷射雕刻技术不像一般印刷的上色效果,不仅没有掉漆问题,还可长期保存,纪念价值高,精美的克制商品,统统难不倒塌,二氧化碳气体雷射雕刻机将会是您创业的最佳伙伴哦。 义生成立超过20年,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,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,包含UV直噴机,雷射雕刻机,热转硬机等印刷设备,拥有专业售后保固团队,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,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欢迎找寻MRT品牌义生,免费服务专线, 0800-520-00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